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百科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美国选举后加密货币的未来 尤其是Ripple首席执行官Brad Garlandhouse的看法 他对于即将到来的选举充满信心 认为无论谁胜出,国会都将比以往更支持加密货币和创新 尽管他对美国的加密货币监管持怀疑态度 但他仍然对这个行业的长期前景保持乐观 Garlandhouse提到,Ripple在过去的诉讼中取得了重要胜利 这对整个行业都是一个里程碑 他还指出,许多加密货币支持者担心副总统Kamala Harris的竞选活动 可能会对行业造成负面影响 并强调目前的政府对加密货币的敌对态度 尽管如此,他相信这个行业将迎来重置并期待未来的进展 这场选举将是加密货币生态系统的关键时刻 Garlandhouse的声音无疑会引发更多的讨论与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加密货币是一种利用密码学原理 来确保交易安全并控制新单位创建的数字或虚拟货币 这些货币经常被是做传统法定货币的替代方案 主要特点包括去中心化、透明性和匿名性 其运行方式通常依赖于区块链技术 一种分散式账本技术,记录所有交易并防范篡改 加密货币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末 但直到2009年比特币的问世才真正进入公众视野 比特币由一位化名中本聪的个人或团体创造 旨在成为一种不依赖于任何中央机构的去中心化货币 比特币的成功激发了数千种新的加密货币的创建 包括以太坊、瑞波币和莱特币等 随着加密货币的普及 区块链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区块链的运行机制包括交易确认、数据储存及管理 这些功能通常通过共识算法来实现 如工作量证明、炮或权益证明、POS 这种技术因其安全性和透明性 吸引了金融、供应链管理和医疗保健等多个行业的关注 在经济影响方面 加密货币市场呈现出高度的波动性 因此投资风险较高 然而它也为投资者提供了高潜在收益的机会 数据显示 比特币在短短几年间 其价格波动剧烈 从几美元上升至数万美元 这种增长幅度吸引了大批投资者 同时 加密货币的交易量也在不断增长 每日交易量已达到数十亿美元 加密货币还挑战了全球经济体系的某些传统观念 政府和金融机构对其态度不一 有的国家如中国的担心其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威胁 并加以严格监管 另一方面 像萨尔瓦多这样的国家 甚至降比特币 作为法定货币之一 这种法律和监管环境的多变性 增加了加密货币市场的不确定性 技术上 加密货币的发展 仍在继续 例如 以太坊2.0的推出 旨在改进其效率和安全性 通过将其共识机制 从工作量证明 转移到权益证明 此外 一些新兴的加密货币 开始探索更环保 和可扩展性更强的技术解决方案 以应对加密采矿对环境的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和企业 开始接受加密货币 市场对其需求也在上升 许多公司开始接受加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 而一些金融科技企业 则提供相关的金融服务 如加密货币借贷和保险 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金融 DAFI应用 也在快速增长 提供了如借贷 交易等金融活动的去中心化替代方案 尽管存在不少挑战和风险 加密货币的发展并未停止 未来其可能在数字资产管理 国际支付 数字身份识别等领域 发挥更大作用 对于投资者 开发者和立法者来说 理解加密货币的潜在影响 以及如何在平衡创新与风险之间 做出选择将是未来重要的课题 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的为大家带来区块链和游戏世界中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六度链推出全新平台将彻底改变我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在这个游戏化的平台上 您可以评估内容 预测结果并赢取奖励 想象一下 一个游戏让您的见解塑造信息价值并为此获得奖励 敬请期待 这是一个您不想错过的社区驱动体验 游戏即将开始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